在捷運站門口等朋友 一名不認識的婦人 卻突然上前嗆聲 兩名學生組滿頭問號 但婦人不罷休 還指控他們販毒 13號白天 民眾自稱在南港的捷運站出口 遇到婦人嗆聲 還說要報警 讓兩人覺得莫名其妙 氣得PO文請大家注意 另邊新竹知名購物中心 也有富人大鬧速食店 因為不能刷卡選擇現金付款 但他嫌棄店家的零錢很髒 堅持要店家換錢 還鬧到遠景道場主理 這個人怎麼這麼奇怪 然後就好好的 為什麼要生氣 我覺得是蠻委屈的 覺得錢髒大鬧櫃台 讓一把客人都超傻眼 路上一PO 網友也紛紛留言 錢本來就髒 在吵什麼 也有人說 好像很多櫃台都有領教過 由於本案涉及消費糾紛 警方了解後 通報相關全權單位辦理 開心出友或認真工作 突然遇到莫名其妙的指控 讓被誣賴的人都好無奈 記者最好報導